本地人为什么会选择住度假屋呢? 要逃避城市的一个环境来一个比较自然的 从小也是在乡下长大的 就来回味一下 不大喜欢酒店 然后这边还有可以看到 一些蔬菜可以吃 比较健康吧 因为这个地方是比较便宜 我没有必须 我来陪我母亲 不能远远太远 度假村的发言人说 自2008年开业以来 吸引了不少本地人来住 尤其是在假期和周末 我没有看到有趋势新加坡市场 比较喜欢慢一点的生活 因为可能在做工方面 他们已经是 他们的生活的趋势已经是太快了 所以他们过来这边就是要真的是休闲 放轻松 什么也不用想 远离城市的喧哗 也许是吸引本地人住度假屋的原因 不过一碗的价格不一定便宜 像这个能够容纳四个人的度假屋 价格从280元起跳 其实前线发现在本地也有不少度假方式 让本地人有机会贴近大自然 在东海岸海边靠近G停车场的这一区 一个个白色帐缝整齐的排列着 平时这里总会迎来不同的宝客 尤其是在周末时分 创办人告诉前线 自2016年底推出豪华露营体验以来 住客率有所增加 其中家庭和情侣各占一半 碰到长周末时 平均有10到15人预定帐篷 此外全年有大约7成的住客是新加坡人 多数的是家庭 我觉得是因为小朋友非常喜欢海滩 然后他们可以接触大自然 听到海浪的声音 行李 觉得我们的帐篷在晚上的时候非常浪漫 因为有那个小小的灯 这家人便趁着元旦长周末 预先订了帐篷一晚 准备在这里迎接新年 同时为家里的长辈庆生 王云珍婆婆今年已经80岁了 今天是今年 花年 那又是我的生日 就是他们带我来 我喜欢这边 喜欢看海 看船 看树 所以就要将他们带我来 和酒店相比这里的好处呢 就是可以听到海风 然后可以嗅到海的味道 然后风啊 大自然的风 然后可能价格便宜一点吧 因为我们这么多人嘛 八个人 一家八口从12月30号到31号在这里度假 他们所住的帐篷可以容纳八个人 里头有气垫床 风扇 零食和水 一碗的收费300元 住在新加坡超过20年的嘉宇说 比起出国度假 留在本地体验豪华露营 还是便宜多了 因为我们八个人嘛 对吧 如果是在这里的话 可能少过500块 就能吃得很好 然后住在一起 然后如果去住旅馆的话 八个人至少要住三间吧 然后包吃 也是应该要1000吧 double这样 出国就很难说了 看你要去哪一个国家 泰国至少一个人也是要两三百了 所以八个人的话 算到来就大概3000块了 这怕人都没丢了 此外 嘉宇认为 在长州末出国 也会碰到一定的困难 要book那个飞机啊 都很难 因为太多人要去出国吧 所以我们就决定在这里了 而且人多 人多是真的很难book的 很难coordinate在一起吧 很多人趁着长周末 和家人好友共度时光 在本地staycation是选择之一 蔡永鑫曾经担任新加坡旅游局的助理局长 在旅游业有多年的经验 她告诉前线编导 staycation的概念是从2003年在本地兴起的 当时有这个非典事件的这个发生嘛 那新加坡旅游业是受到很大的这个冲击 当时的旅游业下降了40%到50%之间 然后当时的旅客住宿率呢也是只 就是下降到20% 那我们大家就知道就是客房呢 其实是属于一个高度消耗性的 所以呢我们当时的旅游局呢 也就推出了叫做Step Up Singapore 就是走出去新加坡 就是鼓励新加坡国人的积极参与 这个本地业者所做出来的一些旅游配套 就是包括那些景区的一些特别活动啊 还有就是酒店住宿这方面 其实我觉得当时就让新加坡国人呢 就开始有这样子所谓的staycation的这个概念 这家人几乎每个周末都全岛走透透 他们会去哪里玩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